不過大家知道飯糰 其實這個早餐在全台灣各地 還有不同的吃法嗎 我們記者今天就特別到宜蘭去帶大家看 其實宜蘭那邊很多的飯糰店 他們這裡面加的蛋 並不是一顆乳蛋半顆乳蛋 他們加的是荷包蛋 而且有些是主打說 這個荷包蛋它不會煎到全熟 讓有些蛋液還可以直接流入這個飯糰裡頭 讓你吃起來這風味再更棒一些 那台中呢 台中他們是主打說 這是食肉派 他們會把這一大塊的肉 控肉或是肉排 直接加進這個飯糰 等於說你吃起來 飽足感是很夠的 那南台灣地區的飯糰 比較多是什麼呢 是皮蛋或是鹹蛋 黑金飯糰很夯 打開蓋子熱騰騰的紫米飯 還在冒煙 接著拿到配料台放上配料 但是荷包蛋淋上醬油 放進飯糰裡 你有看過嗎 我就是從小都這樣吃 可是我覺得有加醬油的話 可能就是會比較有味道 有油條 菜脯 然後煎蛋 宜蘭在地傳統飯糰 不少民眾都會來一顆煎蛋 再淋上醬油 大部分荷包蛋會加 宜蘭的飯糰裡 除了荷包蛋 一定要再淋上醬油 辣油提味 台中則是包進一大片厚厚的 焢肉或肉排 而南部的黑金飯糰 則是加入重口味的皮蛋 或是鹹蛋 打開蒸籠 老闆夾出焢肉不斷滴出滷汁 看起來非常可口 台中路邊飯糰隨便都能見到一大鍋焢肉 因為民眾就偏好這味道 那個焢肉挺有嚼勁的 很有古早味嗎 對 對 皮蛋的蛋黃還牽絲搭配鹹蛋 兩種不同口味激盪 這是高雄人愛的黑金飯糰 買七顆 買七顆 那個滋味 我就知道好吃 要怎麼跟你說好吃 好吃到不知該怎麼形容 大街小巷 都看得到的飯糰 英北中南對飲食的習性 和口味不同 讓同版美食多了更多創意和美味 為華視新聞無違者許富天黃瑞琳張全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